大家好 大家看到后面那只和平的甲 我都猜到了 我想说 以巴这个恐袭好 冲突好 有多小次回到中古时候 没有底线 残暴的情况 但是战争本来就是这样 不是理性的产物 战争期间一定有这些完全违反人道 或者人性的表现 只是多小的问题 你看罗战都一样有 残杀平民这些行为 是不是恐怖动呢?是的 这个不需要 以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个标准来说 这个是恐怖动 也都没理由赞他了 无论有什么道理 但是你说如果他不是这样做 正经经经谈谈 谈了几十年都是这样 一定是谈不到一些东西的 所以他这样做有他的必然性 在他们的角度来说 这些我说 谁是谁非 我就不想多谈的 因为基本上香港人好像上了心那样 很多人 甚至是香港人 大陆人也是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人说 我撑哪边 香港没有示威呢?非常好 英国 法国有示威呢?什么冲突呢?那些国家 就是这些国家就 国家立场就撑以色列的 但是自由国家就是这样的 会有很多人出来撑巴勒斯坦 没有这些这样的互撑呢 才不显得他是民主国家 当然又好像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些冲突了 已经看到有些 因为襲擊一些支持犹太的人 以色列人襲擊了 法国和英国都很自由 又禁了这些示威 不准支持这个 我想始终是 你会觉得好像是基本的剧本来的 就是西方社会 香港的剧本就更加低了 这么多年都 现在更加没有示威了 就是你不可以出来表态 就是没有人示威表态 在Facebook表态 国有立场 就上了心了 我觉得最简单的 大家都表态 有没有人说去帮他打仗呢 俄乌战呢 香港都没有 但是台湾都有 俄乌战 就是有些异勇军国际 你认为你认同哪一边的 你直接去参战 行不行呢? 你也关于以色列和北拉斯坦两边的民族 来说呢 以色列人都迫回去了 迅速集结了後避军 是吧? 四十万大军了 那他军人的战 人数的给美国的 可以迅速等同美國常備軍的軍力 但是當然了 講軍事來講就是另一回事 據說他都要問美國拿軍備資源 其實打仗和平日那些軍事的軍備 那些表演給你看 那種高端高科技 有時候是兩回事 因為你每天打就會馬上不同了 你看澳湖戰基本上是一天打成萬發炮彈 是不夠炮彈用的 你猜不到 幾十個個合起來 都是不夠炮彈用的 當然以色列那裡 現在扔了五千多個炸彈之後 最新的發展就是叫巴勒斯坦在加沙地方向南走 那裡已經很小了 等於一個香港 不是一個香港 不是一個香港 只是三分之一的香港 就是等於大嶼山那樣 總之他向一邊 整百萬人說要逼過去另一邊 那邊就開戰了 最新聯合國說太離譜了 一天這樣 但是以色列說是這樣的 我想給多一天你又如何呢 你都要走的 對不對 慢慢走都要走的啦 都看見開始那些人 像中古時候那些那樣 以前看什麼出魔西 牛車一家大小 帶來畜生 當然看來好像好笑 但是這個現代的悲劇 現在呢 因為8號開始那個特集 周末應該是七號八號的那個特集 就是巴勒斯坦人特集 哈馬斯特集 這個以色列南部呢 到目前為止死了一千四人 一千三人 千四人 差不多了 那平民呢 他炸了整個星期五、六天 就是之前他說 丟了五千個炸彈 也是炸死了一千三千多人 當然這些都是平民多的啦 那好啦 平民就沒什麼好炸的啦 如果你再炸都是平民的時候 那唯有進去啦 那你要知道 就是得意的地方呢 基本上是以色列以前打的仗呢 都是 其實已經是高科技先生 六、七年開始的已經 那主要是什麼呢 飛機大炮啦 飛機大炮坦撻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呢 就很打資源的 但是呢 相對打爛的坦撻 可能死傷一兩個人 一架飛機一兩個人 那麽陸軍啦 那麽陸軍它是優越很多的 戰鬥力是強很多 那麽呢 我特地看上次 最大的就是六、七年呢 因爲是 即是多國聯軍 埃及和盡利亞特襲它先的 那大約看維基 它死二千 二千五到二千八人 以色列 那麽對方呢 對方應該 即是聯軍那麽死八千到萬八 那麽都是兩萬 那麽都很多 但是這次呢 所以以色列是生氣得很厲害 因爲你未開戰已經死了一千多人 包括平民 有軍人平民啦 那麽但是如果是 就很難猜它究竟是怎樣的 是不是? 就是我聽一些軍事的評論意見 可能幾萬人的路由 就是以軍 那麽就很大件事了 如果是這麽重 如果不是 那麽開始你表面看呢 那個是 它那些是民兵游戟隊來的 那些武器也是啦 你比武器厲害的它都用不了 但是它都開始有些現代了的武器 包括那些反彈特炮 那些 堅托武器 那麽當然誰給它 那麽已經不是以前那些巴勒斯坦遊擊隊了 那麽它都進步了很多的了 而且訓練過了 這麽次 為其如此 你可以見呢 那麽就是未來那個 那麽不知道多久啊 假設都要幾天的 怎麽都會打很多天的啦 那麽就死得了 就是死傷人會大了 而且是軍人了 那麽 當然平民一定是摸一下面子的 那麽有些人不走的嘛 那麽 那麽會在戰場做 死了 這樣就好像烏克蘭那裏那麽了 那麽但是我這部片的主要題裡已經講了一半時間了 其實我會講是 我猜是會不會引第三次大戰呢 那麽你不要看這些局部的戰爭啊 是不是 那麽呢 各國的取態很重要 各國的取態 就是因為你說是世界大戰嘛 那麽其他人打不打呢 是不是要摸水呢 這樣 各自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立場了 西方社會都好 阿拉伯世界就主要啦 是不是 西方政府主要是政府啦 撐以色列啦 美國啦 特別是啦 那這個兩極對立的情況會不會越打越大一件事呢 其實就看大國會不會下水 主要的國家會不會下水 是不是 那我們看其實 暫時我可以判斷是不會的 因為美國第一時間 西郎和穆克蘭佩他不是要打 他是要嚇了 嚇了兩艘航母艦就嚇了伊朗 不要插進去 插進去 但是你看地圖呢 伊朗和那裡都隔開了伊拉克和敘利亞的 那怎麼打呢 都不容易的 除非有大戰 阿拉伯和聯軍 那七幾年那次伊朗有沒有份的 好像都沒有的 主要是敘利亞和約旦 敘利亞和埃及 那其他現在的軍隊進去了 幾萬軍隊進去了幫忙 那那時候 都尚且而止啦 這樣 那你知道 基本上 現在說 多數背後是講伊朗支持他 伊朗支持他 說給他一億美金 都是很少錢的 就是講伊朗支持這個哈瑪斯 本來不是太什麼的 因為哈瑪斯應該是近盡利派的 伊朗是十業派的 伊朗就想去支持這個敘利亞那個那個 長槍黨 長槍黨 他們又不多 就是敘利亞打內戰的時候就想哈瑪斯下手的 其實他們不是太對的 但是敘利亞的內戰完了之後呢 那它就全力支持哈瑪斯 那這次襲擊 以色列呢 它是準備了兩年 而且呢 如果在軍事的角度 它的水準就高了很多的 就是比起以前 是不是 所以這次 究竟打進去的情況是怎樣呢 好了 剛才講過了 以色列就不用說了 以色列人全部跑去參軍 是不是 全部回去了 救人 他不是檢訣人 那阿拉伯世界有沒有人去 去加薩那裡參戰呢 不是 你看到 示威就有很多 乘船去埃及然後過去加薩那裡參戰呢 人就沒有的 就是典型的啦 那你事前 這次有些分析就覺得 就是哈瑪斯打算搞大了 其他人會加入的 那如果是就真的有字了 有字了一點啦 你記得 飛無腿導彈 兩支戰爭的時候 撒達姆突然間都向以色列射飛彈 即是向他開戰啦 伊拉近很多 隔了一個敘利亞 直接是在射飛彈去以色列 那麼以色列就不理他 直接是沒有理他 那美國是運了外部寫導彈去 因此成名 全部都截了 那麼以色列損失有限 所以都不參戰 那麼不參戰就不會引起其他阿拉伯國家敏感啦 所以美國同意啦 那次海灣戰爭呢 那兩次海灣戰爭呢 都沒有這個 以色列下水啦 但是呢 今次會不會因為 打以色列 就會引起其他阿拉伯國家一起湧去呢 你其實整個中東的局勢呢 這十幾年來一直緩和 十幾十年來 大家都和平了那麼久 就是我們時時都聽見了 以色列那些飛機啊 SF35啊 大人保持去炸人啦 這樣 那麼你戰這些都很討厭的啦 但是都是 比如打人啊 炸敘利亞 內戰他有沒有順手打進去呢 沒有啦 也都沒有 總之試一下新武器 打擊一下一些敵對派 是啦 長槍黨那些啦 這次最大的可能就是長槍黨在北邊參戰啦 巴勒斯坦人自己啦 有兩塊的嘛 除了加薩 最大的另一塊 就是在約旦河西岸 就是有個政府叫巴勒斯的嘛 總理是吧 其實已經有個政府初刑了 但是當然那裡最不整齊殖民區 那裡就是最有爭議啦 但是這些長時間 它沒有一個國家形態的 因為被人佔領了那個佔領區 有一個自治形態而已 頂多是這樣 有些選舉的 那當然啦 加薩也都選舉過的 那就選了哈馬斯 現在20年沒有搞選 即是2005年、2006年搞過選舉之後沒有的 那他們也都好像不願意搞選舉的 因為哈馬斯也是唯一有勢力的 管住那個 一直在一個軍政府的形態 到現在啦 是吧 這樣的形態之下 今次這一場仗已經打的啦 應該是吧 這條片大家見的時候 應該開始進入去加薩啦 那唯一不同呢 就是 即是那個戰爭形態呢 就不是作為飛機大派校為主 而是真是地面部隊 那那個優勢呢 以色列的高科技優勢呢 當然會減低了很多 是 大家要打航戰 那你知道航戰那個距離呢 大約都是幾百米以內 是 大家呢 就比較 給什麼呢 給勇氣啦 當然 那當然你的槍比它 但是AK47很實際的 都一樣打倒死人的 那是勇氣的 還有訓練都很重要的 但是就算一訓練 再好幾個博力一個總可以的 那所以這裡呢 就要講一下兵源 那一開始是 第一步是要叫了幾十萬 二十幾萬 即是 成三十萬後面軍啦 現在有四十幾萬人啦 以色列 那你如果是對著加薩的哈馬斯游擊隊 怎樣都好呢 它都是不夠兩萬人的 那拼什麼這麼多人呢 其實很怪的 那也不是很怪的 因為它要防其他人 即其他會不會 巴勒斯在加薩那裡起義呀 北邊又打下來呀 埃及會不會 那你要遇多些人 所以它準備多些人 但是也看得出了 很明顯是不會的 其他人 因為全部都是 只是示威的 就沒有人說準備去加薩參戰 就像最近那個埃及 封了邊境了 那就是不讓那些難民過來呀 那這樣東西 你可以說它不知道什麼意思呀 人道理由 很多人都不讓人走的 但是它很怕呢 一百萬兩百人全部走過來呀 那就以後在我們那裡了 就是等於以前 現在什麼約旦和西岸 就是那個是寬佛老而已 約旦寬佛老而已 就給了那一塊你自己立國啦 那其實本來它都是難民身份走了人家那裡的 就是那裡有個約難民身份 見了一個巴勒斯在加薩 當然之前曾經是有個決議的 聯合國有個決議的 就是那些地方本來是說給巴勒斯坦人見過的 那現在很明顯 以色列不肯了 就是回到87年那個邊界就不肯了 那就會小很多啦 而且你看到那個巴勒斯坦 所謂建了那個自治區 那些殖民區在你的國家裡面有三分二左右 一半變成殖民區 而有利的位置都被以色列人用殖民區 都懷疑著了 那麼這些其實長時間以來都是有抗爭的啦 但是就始終有它啦 是不是 始終開始他們可能人民收穫好了啦 那都行啦 是不是 但是加薩那裡就從來都不行的 所以就基本上是沒得解決的 如果不立國的話 那中國的立場都是支持巴勒斯坦獨立的啦 是不是 那是獨立 其實不是獨立的 建國啦 跟回49年以巴勳治那些那樣 但是 但是時勢呢 你說很理想看 最終是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就還不行的啦 還沒說得碰住 那當然背後就有人說老共有份啦 那你說羅斯陸反過都有人說 因為它有利益嘛 減輕了奧戶戰的利益很多 是不是 但是其實也都沒有需要 你看是沒有需要 去到中東那麼遠 老共的手不會伸到巴勒斯坦那裡 它只是跟伊朗朋友 這樣就夠了 經濟上支持伊朗就什麼都夠了 伊朗也都只是說給了一億 跟它訓練人那些 一億一年很失碎 給哈馬斯 但是 現在的形勢呢 你看到美國啊 就是 布林肯周圍去的 那其實肯定一件事而已 叫其他人不要插手 那其他的國家 很多是富裕都很重要的 沙特阿伯 阿聯酋 阿聯酋變了膠了 這些是不會願意下水打仗的 那如果有人打仗 可能給一些錢他們會肯 那所以呢 哈馬斯呢 錢是不欠缺的 現在呢 只不過呢 這一場仗就要自己打了 那其實大家 這個很現實的 和巴勒斯坦人都好呢 那就是以前阿拉伯留下的那個巴勒斯坦人 那個就未必過來幫你 或者他又打了 那就是幫你 未必啦 那長相黨也都看來是會做仰 支持 放了幾枚 啊 啊 那他們慣慣的 有空 你就射幾個飛彈 我就射幾個飛彈 這樣就當 大家不用開會都知道 大約是這樣了 所以最終很現實啦 還有變了困獸鬥啦 那埃及不知是幫手還是故意啦 那就逼著你要打啦 在那個有限的環境裏面 現在呢 就要圓圍了230萬人多了 已經 巴勒斯坦人在加薩這麼小的地方 這樣就很可憐啦 這麼小的地方 那但是 比較恐怖的呢 就是他其中的一百萬以上呢 是年輕人 走得走得拿槍的人 那如果這一百萬都參戰啦 那都是一場血戰來的啦 無可避免啦 那你說如果用飛機大炮 那反而他們就幾多人都沒用啦 因為 你見美國打了 開關戰爭啦 跟EAR打 美國死了兩三百人而已 還有些是因為自己打了自己 那基本上是EAR死了20萬人 這樣的比例 如果你說高科技戰呢 就不是 但是一到巷戰 美軍都不得了很多 很小心的 那些特種部隊去打仗 時時口打 都不得了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都開戰 啊 那究竟以色列的把握高不高呢 這樣 因為他們那個軍事的神話呢 就很高的 但是如果一死傷一大呢 就沒有什麼神話之可言的啦 那我們沒辦法啦 我們只能夠 祝福死少的人 就沒有什麼可以 就是 沒什麼都不需要 你都不是準備去參戰啦 或者是示威都不好啦 香港 其他國家呢 就起碼可以上街示威啦 可以表達一下意見啦 香港連這些都不行 還有一個問題 會不會影響世界的經濟秩序 是吧 本條視頻的主要結論呢 會不會有些世界大戰呢 就是各自加碼 就算阿拉伯世界的集團一堆下去 只有一個可能的 就是說那裡死人太多呢 引起其功憤呢 其他爆炸下水呢 而美國又不生性就打了一份 這樣就一定 啊 就是麻煩啦 但是這個可能性很低啦 因為美國一定是禁住了 禁住了 還有做了外交工作 現在呢 只要不是平民死傷太大呢 就是 以色列能夠克制一下呢 不會 不會濫殺太多啦 因為我的意思是 如果他用集束彈啦 或者白龍彈啊 這些呢 他有了 那就很大件事的啦 那看來都會克制的 這些 那就純粹是剿滅哈馬斯 行不行呢 這樣 看他有多少人呢 真是不知道的 還有他準備了多久呢 多少武器藏在下面呢 大家 還有他的戰意呢 當然也是戰意 打成怎樣的狀態 真是沒有什麼把握 就是沒有什麼人能夠準確預測到 就是可以預計到 不容易預計的 這個我也很現實講 但是決心呢 決心大家都很強喔 這一刻才令人害怕 所以一定有大的傷亡 那會不會影響到 世界大戰就不會啦 我講了啦 會不會影響到環球金融 引起大動盪呢 比較少人講這件事情 那呢 七十年代呢 就因為 其他阿拉伯各界 覺得美國幫他 就搞石灰金運啦 是不是 以半傷人啦 那結果是 是動盪的 整個中東引起整個經濟秩序 都是引起一場大的動盪 現在已經是一場好戰 影響大了 整個經濟都不好啦 再打多大戰就怎麼樣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呢 都整個禮拜啦 世界股市沒有什麼因此而大起大落 中東開戰就 橫橫的聲音 那些錢流入美國之類的那些事情 就沒有發生了 為什麼呢 以色列是強 大家的感覺強 一流的國家 經濟都很強 是 但是呢 其實他的量呢 精英還精英 本身的量不是很大的 現在他是一千萬人口 八百還是一千萬 不是很多而已 因為大於香港多少 大於香港加深圳 就是說呢 他的 他已經是富裕國家了 所以富裕國家的標準呢 就是他大約有五、六萬美金 那香港都有的 人均收入 香港這麼有錢 我們破 但是深圳的GDP多於香港 如果這麼說呢 其實他整個以色列 五千多億美金 一年 各方面的支出 就是GDP 所以就算這件事有什麼大波動都好 其實影響不了整個環球的金融體制 結果這個來是反而沒有 所以會引起金融洞 除非有石灰機那些又再出現 那現在看來都不會有 所以打完打了 其實影響不了我們 除非你熱心都去參戰 那就另計了 這樣我們只不過是討論一下 因為中東這筆帳很複雜 很多人都很多話說 是不是? 也都很豐富 平日不理的我們是吧 我經常有個錯覺 我覺得他們差不多了 就是一路改善就可以了 真是想不到他原來的仇恨未消 而且一來就弄一幕這麼厲害 是很仇恨心的一個報復行動 就以為他沒有了 就是 雖然以往下不下 因為他去射火箭 他是實質到的 只是今次已經有意 他放了五千個火箭過去 那他哪裏找這麼多呢? 據說都是 就是《環境日報》報道 就是伊朗跟他弄一下訓練 逐點逐點混進去 以色列是不知道的 只是這件事 他似乎沒有以前這麼厲害 但是一切就不知道了 戰爭就距離我們那麼遠 因為互聯網好像很近 祝願和平 我後面這隻是和平的甲 就是如此 這條片就講完了 分享完畢 多謝大家